近日,广东省纪委首次披露了广州市国土防管局员局长李俊夫的贪腐案情 其中关于他六年发展了十个以上的情妇仪式,瞬间在网络发酵 从已经被曝光的案件来看,对于多数贪腐官员而言,情妇的数量并非一二 有的甚至达到了两位三位数,堪称惊人 除了情妇数量多,还有的竟然是母女关系 那么怎样解决这种狗血的问题,又如何处理情人之间的关系 有媒体对此进行了总结 据报道,重庆市委宣传部员部长张宗海五星级酒店长期包房 并且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 张宗海对此定立了标准 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方法二,培养忠诚 而海南林高县城坚大队员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六个情妇 而且六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 但当邓已经被检察机关批捕 其丑闻寄进家喻户晓后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信誓旦旦相信他是清白的 邓常年周旋于七个女人之间 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 其情妇忠诚度之高也着实令人折舌 方法三,以情妇养情妇 江西平乡罗马书记陈卫明既有长期固定包养的情妇 也有以前客身份存在的情妇 并且形成了以情妇养情妇的贪腐模式 作为前客的情妇 事先与陈卫明约定分成条件 进行全色交易 帮老板们换取项目 收取佣金或提成 再按约定比例分给陈卫明 陈卫明再用这些钱去包养年轻的女孩子 方法四,强化管理,薪酬奖励 安徽省宣称是原市委副书记杨峰 同时包养了七个情妇 又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 统领其他六个情妇 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 先后和22名女性 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为此她专门做了一个红皮通讯录 记录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 并取名为群方谱 林龙飞曾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方宴 让22位身着华服 美丽妖娆的女人 在包房里彼此见面 方法五,淫乱日记制定目标 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被抓时 搜出两本快乐日记 第一本是《淫乱实录》 详细记述 它的136名情妇个人资料 不仅有情妇的照片 还包括情妇的身高体重三维 此外记录了与他们情爱次数地点 以及每一次的感受满意度 一个情妇站一页 第二本日记是快乐见证 一百多位情妇的阴毛站在内页上 他在快乐日记中写下了奋斗目标 2015年之前要玩一千个女人 良家妇女至少要占三分之一 方法六,舍得花钱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员主任邓宝居 花在二奶身上的钱大约有三百万元 五奶原被台商包养 硬是被他软缠硬膜夺了过来 并成为他的重点供养对象 邓宝居从认识他到亡命外逃近八百天 总共花在他身上的钱 多达一千八百四十万元 平均每天算下来 合计二点三万元 方法七,母女通知 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奇耀 在医院高干病房 把为其打点滴的四十多岁女护士 王秀丽变为自己的情人之后 又借给王秀丽女儿刘兰找工作的理由 把二十多岁的姑娘揽入怀里 使刘兰一年之中两次为其堕胎 徐奇耀为了炫耀自己一件双雕的本事 曾在同事面前将母女俩的床上功夫 进行过一番比较 方法八,广泛撒网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不管是出差到何地 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 有好的就带回来 从1989年至2001年的12年中 他与除了妻子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 淫乱的行为便及丹江口、天门、武汉、襄阳、佳鱼、仙桃、石宴 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洋、三亚、温州、福建等地 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奇耀包养140多个情妇 不管老小不分美丑不顾身份 有公务员竟然还有卖淫女 方法九,勇于承诺 曾先后担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 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副厅级干部曾国华 有钱包情妇却无力玩情妇 被浴火烧得猴急的情妇贺某想到了一个绝招 要她写承诺书 以后再也不让贺某生气 60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 每周必须和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 通过上述探官包养情妇的攻略 不难看出 要与多名情妇和平相处实属不义 这也印证了多情不义 必自闭这句千年古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